大家看看這題喔 他說一個袋子當中有兩個白球 三個黑球四個環球 從這個袋子當中依序取兩球 取出之後不放回 問你第一次取到環射 第二次取到白色之機率怎麼算 老師想請問一下這題是依序取兩球 有沒有強調一球一球慢慢取 還是一次抓兩球 一球一球慢慢取 所以一球一球慢慢取 基本上就簡單 一球一球慢慢算 這樣行不行 他說此名道姓第一次要怎麼射 環射 第二次要怎麼射 白射 我就按照順序慢慢來 第一次抓紙告訴我全部幾顆球 九顆球 我要環射 拿走環射之後 注意聽剩下幾顆球 八顆球對不對 因為拿走一個環射之後 定有二白三黑三環 剩下幾顆球 八顆球 我要白色 之後麻煩把錢 搭配起來試試試看 可不可以 行嗎 可不可以 算出來答案四七 九分之一這樣行不行 那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算 怎麼算 因為取兩顆嘛 我直接齁 全部幾顆球 九顆球 專中挑兩顆 行不行 這兩顆要一環加一百 一環四取一 搭配一百二取一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題可以這樣算嗎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題目講得很清楚 我要第一顆是環射 第二顆是白射 你順序可以頂倒嗎 不行喔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因為題目講得很清楚嘛 第一次要環射 第二次要白射 所以第一次抓的是 全部幾顆球 九顆球 我要環射 拿走環射時 剩下幾顆球 八顆球 我要白射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OK 大家看一下